这天在美牙的催促下 小新无奈地来给小白喂饭 还表示这样饿一两天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番话瞬间引起小白的仇恨 小新吓得立马开罐头给小白吃 结果用力一扯却把手指头划破皮 就这么一点小伤 美牙则见怪不怪简单地用窗壳贴包扎了一下 然而小新却感到很不满意 你最心爱的儿子受重伤只受到这种对象 无奈之下 美牙只能用绷带重新包扎 这下小新很满意 觉得自己这样很可怜 于是就要跑去跟正男他们炫耀一番 结果出门的时候正好碰到隔壁大婶 大婶叫他帮忙拿东西给美牙 小新健壮赶紧举起大拇指表示自己被割伤了 而且还描述得很夸张 这让大婶听得很可怕 觉得小新太可怜了 就这样 小新成功得到大婶探病的礼物 回到房间看到小葵在玩绷带 瞬间有了新的想法 下一秒就将自己的手缠满绷带 紧接着小新就来到公园 小伙伴们很担心纷纷上前询问 小新说到自己被车撞了 这让小伙伴们顿时惊讶不已 看到小新这样子 觉得肯定很痛 而且很可怜 由于担心小新在外面再出意外 于是大家要亲自送他回家 为了让小新在家安心休养 封间表示要将自己的录影带借他 阿代要拿出最近很好看的漫画书 正男要献上自己刚买的游戏卡带 妮妮则是负责拿好吃的点心给他吃 这让小新高兴不已 回到家后 美牙刚好出去购物不在家 小新对着镜子摆上几个姿势 瞬间觉得绷带太有魅力了 于是要让自己变得受更重的伤 这边在街上 封间跑过来告诉园长小新出车祸了 园长吓得脸都变形了 这时美牙正回家的路上 看到园长朝自己跑过来 吓得美牙赶紧拼命求饶 接着园长告诉美牙小新出车祸了 而且受很重的伤 瞬间把美牙给吓坏了 于是立马拼命跑回家去 回到家后 看到小新的样子 美牙直接瘫坐在地上 然而小新却表示自己在玩假装受伤的游戏 这让美牙瞬间怒火丛生 直接把小新狂揍了一顿 开玩笑应该要有个度 有些玩笑是开不得的